在新華有過去繁華的遺跡 有老人集到過去的信念 也有人一直在努力想要保留到過去的老主美 還有一位年輕人想要從以前新華的繁華 吹回來 孝日有榜的一樓 如今認識到很多在地藝術家的作品 二樓是在做黑暴蹄 年輕的阿嬤 將大色的商店做成黑暴蹄 結合巴洛克的老建築 讓這間老廚組組織一個新的活力 老廚的爸爸過去是台南有名的中破甩 國地的燒菜、大菜都靠他不動 孩子要結成爸爸的事業 就要對最基礎的酒料 跟燒點心開始學去 謝謝 這個運動 我真的很投入 這是我爸爸在大概五年代… 當老公互相認識他 我爸爸的氣候 我爸爸問他他怎麼都不想分辨 我爸爸也慢慢地面對面 面對面,然後一直處理 一直到尾巴 老公和財富,好玩你教我爸爸 我們的沙甸大部分 用到比較多的海藏 有用到冰箱、蝦皮、甘蔓 南漿、雞粉這些東西 處理後,貴賜 貴賜貴賜 每一行賜貨賜 它們的油溫和進行程度 都不一樣 我一開始做的時候,兩粒不好了 然後不是浸過頭,或者浸不夠 你浸不夠,它的香氣就不夠 然後浸過頭,它會變硬 一開始做的時候,我覺得很麻煩 為什麼還有人要做這個東西 年輕人,日時吃頭路 晚上就回家裡,差不一樣的酒料 甚至各種帶食的點心 設計性的佈地 就是為了讓更多年輕人客 介意這個臺灣 因為我和太太很介意 吃古古的東西、古廚 有一個好機會和生活的地方 然後我覺得這東西 人家來不及我們現在做的東西 是不是覺得很適合 一開始我只是做醬料 後來我覺得醬料 要搭配成這個主食 所以我就想說 不然我們只是做拌麵 所以我們就結合關廟的關廟麵 像花生豆腐和這東西也很特別 因為我的想法是為何所有的下午茶 都是咖啡、蛋糕 為何沒有像台灣人自己本土的東西 所以我只喜歡這東西 拿來做成甜點 我還有另外一種口味 是豆油哥南鴛水 這都是像台灣本土的味道 我希望可以跟這些東西 慢慢讓年輕人去了解這些東西 因為說實在,我以前也不聽過這些東西 但是我一知道這些東西 我感覺到很特別 我們想要介紹這東西的人知道 店面過去是一間遊房 出租希望這個飛機的遊房 可以有一個不一樣的風貌 因為有地風創生的協助 讓這間老廚新生、熄烈的遊房 如今變成年輕人最介意的文青風景 這是我們的沙茶拌麵 豆腐腦 沙茶麵 對 這是豆腐嗎 不是,它是花生豆腐腦 是用花生豆腐 拖刀做的 對,你吃看看 這樣我要先吃甜點,先吃鹹 先吃麵 先吃麵嗎 對 好 這個沙茶拌是否有甚麼特殊的地方 這是我公公加我們的 這樣嗎 對 就是我們傳承它的手藝 它那個時候算是流浪廚師 但它主要是在台南學到這道菜 來到台南黑江湖 對 做這個沙茶拌麵 對 這拌麵很好吃 你的沙茶拌麵不會太鹹 還有一個海鮮的味道 這是廣東沙茶 更濃烈的嗎 對 好吃,很順口 這個是豆腐腦 對,它是我公公跟客家人學的 然後它是花生豆腐腦 比較傳統,你可以吃看 算客家的這個甜點 對 有蒜頭,這是鹹的 對 對,這個是鹹的 蒜頭、鹽水、土豆 對 所以說豆腐腦 跟豆腐是不一樣的東西 對 我跟今天這麼知道 真的有多了一口 這是甜的 這是甜的 對 這甜的看起來很漂亮 對 這是麵頂,這是甚麼?芪馬 芒果乾,那是芪馬 對 它其實以前是一道菜 蒜頭、鹹,好吃 對 酸甜… 對 這很適合年輕人的口味 你們是甚麼 最適合來到這個樓室 做這間這麼有年輕人開的店 那個時候就只是想要把台灣味 保存下來,然後換個方式 呈現給大家 然後讓年輕人喜歡 然後就是一個因緣機會來到這個房子 對 這些樓室為它的氣味 對 透過你的經理和精神的安排 讓這個地方整個氣質很好 對 滿多年輕人會喜歡這個地方 好,讚… 很棒… 既然來吃的人覺得我們的東西很好吃 他吃到這就是以前的味道 很多年輕人來吃後 他覺得這就是適合的味道 但我聽到這句話 我感覺說… 我做到了 年輕人的阿嬤 兩個人作為打拼努力 台式的口味非常電子的見證 讓來到這裡的年輕人客 在不敵不客氣中 跟傳統的台語越來越越 既然不一樣 際別的課題